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银行里面他们在挑钱的时候都用手挑 手很胀 这个乌眼非常拥重 我们看完以后我们讲 能不能作为一个自动分 清分的时候把币值 把新旧更挑好 减轻他们的劳动力 解决他们的数的问题 我这个人爱发明 那么有自己的创新思想 从小就有这样的思想 思维模式 不保留的 纸币清分机呢 它涉及到了学科特别多 光学 电学 远件 硬件 机械 还有通讯 是多续和整合到一起的 叠加的一个高端的一个产业 这个是很难的 在03年以前 国外子弟清分机 才是个厂家 基本上控制了中国 和控制了世界所有国家 我们商业行有的领导 问过国外的厂家的总裁 说这种产品 你认为在中国 什么时候可能替代你 他们毫无质疑 二十年以后 第一次借钱最多两百八十多万 借完钱 当时我认为 一两年就能研究成功 超出了一期 我们为了他 甚至付出了全部 不光是金钱 和我们的全部智慧 可能要奋斗终生的一天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的成功 成功也包括 我这辈子就干不成 我应该死在这边 这个工作产生 我也要把这个盖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花掉了 六千多万人民币搞研究 当08年把这个产品 研究出来了 是非常之兴奋 是常也想不到 世界上我们有三十九个国家的货币 我们都可以使用 并且呢 我们还能做到一台机器 可以同时来 整个四个货币 隔着力走 我们都能 这个识别出来 并且分解到各个操口 这个是欧元 那是美元 那是英镑 是多钱 是神不熟熟的 它有什么问题 这个系统 完成 你清分以后 能不能自动给它砸上 然后能不能自动捆上 那我们就开始 在这方面 又在全力以后来 这个来做 来研发 来创造 那么我们又把这些的想象的变成了现实 清分再砸吧 又有这个十几项 四斤发生专利 有一种呢 是已经用中包装好的 装好的呢 这个就是人那边作为ATM配超用的 这种口炸呢 是作为研兵行 给交给盐兵行交付的 和零用的 还有呢 这种产品 这种产品呢 拿到盐兵行呢 这个进行检验后 销毁的 通过我们的发明 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还是很快乐 兄弟们 我们都是平凡人 这个平凡人 要想发财自负啊 我估摸了一下 只有靠草发明 支付这一条路了 时间的不好干 房地产没得炒啊 金融你又玩不起啊 咋办呢 你就只能玩一点新花招 就是搞个新东西出来嘛 以前玩户外啊 大伙都要带一带的东西 什么铲子啊 锤子 锯啊 什么这一大堆 有一个发明人呢 他就想了个好办法 他就把这些东西啊 都整到一块来了 你看啊 全部都组装 组装到一块 这个就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解决了大家到户外带东西多的这一堆痛点嘛 这个发明人呢 叫做彭飞 产品的质量呢 那是港港的 公司准备上市了 其实呢 搞发明 就是解决人的问题嘛 让人更方便 如果你想了解彭飞这个人 你可以上发明明网站去看一看 今日投票的 你点击关注 点击下方的了解更多 就可以了 好了 再见